在2016年年底在央视体育人间播出的宁泽涛纪录片转折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包括宁泽涛在里约奥运会前的训练情况 以及和游泳中心的矛盾和被游泳中心情绪 这部转折点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才拍摄成功的 转折点的成功让导演梁麦有了拍第二部的想法 去年宁泽涛正式离开海军队回到河南队 相比海军的军事化管理河南队自由了很多 宁泽涛也实现了训练自由代言自由 他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游泳运动员的首帝央视的体育人兼工作人员 在去年也是全程跟踪拍摄宁泽涛这一年的生活和训练 宁泽涛去年开始就自费去澳洲训练 他用有限的时间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在全院会上顺利夺金 当局者发布会上被问道 最想说的是什么 宁泽涛说道 想说的只有四个字 我狠了快乐 的确宁泽涛如今虽然成绩不如以前 但是看上去更加快乐 恢复了自由的他 可以随心所欲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宁泽涛过去一年的生活 是央视全程跟踪拍摄的 这部纪录片早已完成了拍摄和剪辑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纪录片的导演两脉 就在微博上发出转折点二 已经完成后期制作了 按理说应该马上就可以播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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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